你做的職業是主唱歌手 大家好 我是孔文 全名是張孔文 我現在做的職業是主唱歌手 每個晚上都在跟我的BAN一起去跑一些 club和 pub那種文革餐廳的地方去主唱 進入八強的感想 那感想很奇怪是 意料不到其實 因為我在復活賽的時候其實 之前出了然後再進復活賽其實沒有包很大的概念 或是很大的那種包覆講我會進來學賽 所以這次進入八強然後對我來講是一個 就把我偷彩的感覺 一開始走創作是因為 因為我小學的時候很自閉 不大喜歡跟其他人講話 然後父母也不懂得這樣跟我溝通 然後就很喜歡一個人躲在一個角落 開始要哼哼唱唱啊 然後亂亂寫一些歌詞啊 所以就這樣開始我的創作 對我而言創作是一種生命的體驗 你每一個階段體會的東西 你在你創作上可以看得到 就好像我小學看到的東西 我就小學的程度寫了音樂 我從學看到的東西可能就開始談戀愛了 就有點開始談戀愛的感覺 到今天可能大學畢業了 然後到了出來工作 到今天體會的東西 就是創作是一個實質生活的體驗 就是把每一個階段不同的感想 讓你出來 就是我對創作的感想 6月29號晚上8點30分 約定你在StadiumNegada見證我的2年